我说你整校 本来应该大考中心要提供的 对啊 可是大考中心真的 实在是要competent一下 每个学校给你一个档案 然后你要每年都不一样的网页 然后个别去查 所以我就花一天的时间 把它做成一个 用notion的 方便他们查 不然他们花太多时间 所以你看像这个 我这里打开 点开 那这个呢 他们如果说想要查询 哪一个学校 哪一个科系 109到113年的 这个就直接比对就好了 那这个呢 也是notion资料库的好处 你看我可以给你直接输入你的年度 学校名称 校系名称 有没有 如果年度我先不做 那比如说校系名称 我要找这个历史系 可以吗 历史 好 你看 有没有每一个学校的历史系的 通通都列出来了 对不对 如果你要指名只有台大的 我用勾的 这样有没有感觉到 我也蛮厉害的 其实就是你把这个东西当成 其实以前我们做城市设计就像这样子 只是你看台湾大学的109 110 102 原本都出来了 这样我就可以很轻松的去比对 哪一年是用哪一个 他们评分标准是什么 这样你就可以直接找 直接复制了 只是我只是舍不得他们花那么多时间 做这些无聊的事情 因为这个就把它当我的专题来做 这样 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其实NOTION也可以做成像这样 你现在看到这个就是我公开的 所以呢 这些连结你都可以用 好不好 就给大家参考一下 OK 好 不好意思 担任大家比较多时间 谢谢大家 谢谢 麦克 没电了 没电了 嗯 然后今天老师的NOTION课是非常的丰富的 像刚刚老师也有分享就是他接触繁星的资料整理 所以NOTION的功能其实蛮强大的 所以大家其实这个资料部真的是蛮难的 要自己建立蛮难的 我觉得蛮难的老师说要自己摸索一阵子之后才可以 我有把那个历程写在这里 对啊 资料整理的记录 所以大家可能也要摸索一段时间然后去读书上 或者是老师有推荐NOTION的书 那个NOTION是我们基地这里面也有摸 所以大家如果有空闲的时候可以来我们这边摸一摸 就是我们这边也有 谢谢大家